站在我身边的是著名海龟人士汪大总博士 汪大总曾经在底特律是著名的乔领 也是中国人协会的创始人 他现在是全球汽车经营组织的主席 也是美中汽车交流协会的主席 大总您好 您觉得海龟在中国的汽车工业 就是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历程当中 他们能起到的作用 是海龟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 你要看它起大作用 就是看能不能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那么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我刚刚提到的是因为中国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就带来一些问题了 你这个文化的沟通 语言的交流 这个都是挑战 那么海龟或者是我们这些华人 偏偏在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 所以你把这个结合好 就会出现多盈 那么在过去 中国的发展过程中 我觉得海龟还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如果用简单两个字来讲 我认为在许多方面起到了引领 引领的发展作用 那么今后中国的汽车工业会进一步的拥抱世界 我认为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2.0阶段 就是中国企业开始大踏步的走出去 那么走出去 这个2.0也会有同样的 像1.0那样的问题 语言的沟通 文化的障碍 我觉得这里面 海龟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 发挥同样的或者更好的作用 同时也为自己的事业的发展 带来一些机会 说的都是海龟 那么在这里 如果说要您对我们在底特律的汽车专家们说些话 您会跟他们说什么 特别是一些也在观望 希望有机会回国发展的 这个我是一个老底特律了 是吧 底特律我住了21年 是吧 你也曾经是底特律的大名人 是著名侨领 这个应该是底特律 至少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吧 是吧 就是说这个也有很多朋友 是吧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呢 一个人呢 如果把这个看清楚这个形势 是吧 大事发展的趋势 和自己的优势 是吧 把这个三个有机结合起来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比较 刚刚讲了也会多赢 是吧 这个是不是回国发展 这东西完全是个人的选择 是吧 这个我觉得呢 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机遇 是吧 这个机遇 就是说这个 你就看你这辈子想干什么事 是吧 这个底特律那边的生活也非常好 非常的安逸 这个 这个 当然他也 因为这个国外的企业比较成熟啊 是吧 他这个 给大家提供的机会呢 也是 是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是吧 这个 所以呢 就看你想过什么 是吧 这个 那么回国呢 是一种是一种机遇 是机遇吗 就是有价值 就是有价值 机遇是一种价值啊 是吧 同时呢 机遇就有风险 是吧 机遇它不是个 不是个保证 是吧 它不是个保证的东西 它是个机遇嘛 是吧 所以呢 这就大家要 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具体情况 是吧 做出判断 是吧 看这个机遇 对你是不是有价值 是吧 所以这个 那么 从这一两千人回来的 我们的朋友来看呢 真正后悔呢 好像还不多 是吧 这个 每个人都走着不同的道路 是吧 每个人走着道路呢 可能也都是比较艰辛的 不平坦的 这个 但是呢 好像真正后悔的人 好像还不多 就是现在中国大力推动 电动汽车 您觉得这个 是不是会对传统汽车 将来会是一个 很大的冲击 电动车呢 这个 我想呢 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是三句话 是吧 第一句呢 就是长远看 是不可避免的 是必行的 是吧 因为这个能源嘛 一定要 要实现这个多样化 是吧 但是呢 第二句话 就是呢 这个 这个短期内啊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电动车啊 还不会成为一个主流 是吧 除了主流呢 就是在它 份额的50%以上 是吧 现在中国世界 是第一了 这个第一的话 这个电动车的份额 也就是1.5% 是吧 百分比还是比较低 是吧 就是说要真正实现 这个全轨主流啊 恐怕电动车 还是要有相当的 相当的时日 相当的时日 是吧 那么第三句话呢 就是说这个 现在呢 发展很快 大家要重视呢 是看到点希望 是吧 这个所以呢 我觉得是比较明智的办法 在可预见将来 就是双轮驱动 双轮驱动 一方面呢 这个电动车呢 肯定是要发展 要重视 那同时呢 传统车呢 也要发展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传统车 不会在短时间内 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这个业界 炒得比较热 有的说什么2020年 就不生产能燃机了 有的是2030年 不能生产车了 我个人认为 这个恐怕 对这个电动车的 这个成熟度啊 以及电动车的 面临的困难呢 估计的不足 所以我认为 还会双轮驱动 在今天的会议当中 大家一直提到 您是从1.0到2.0 什么时候再到3.0 您在这里分享一下 说一说 还是这样 这个所谓几点零呢 就是海归啊 这个大概有 这么四种形式吧 一种呢 就是外企给它派回来的 是吧 这也是海归 那么第二种形式呢 就是自己回来 在这个创业的 是吧 第三种形式呢 就是这个回到 国内的企业 包括这个国企啊 民企啊 这个主要搞自主品牌的 是吧 第四种呢 就是回到高校 和这个研究机关的 是吧 大概就这四种形式 这个因为我年纪比较长了 是吧 我在底特律 大家都知道 这个 所以呢 这四种形式 大概我都搞过 是吧 我第一次回国 是通用报派回来 是吧 第二次嘛 我回到上汽和北汽 是吧 现在我是自己创业 是吧 高校嘛 他们我一直在高校也干过 是吧 一直刚刚提到您说自己创业 正好想问问您 从这么大的企业的高管 一路下来 变成自己创业 这个心理路程 会是很艰难的吧 谈谈 分享一下您的 您的这个感受 没有啊 这个对我来讲 还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是吧 这个我也 那是因为您太成功了 因为我年龄也到了一个 是吧 到了一个阶段 是吧 这个也想 但是也不想完全退休 是吧 还想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是吧 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 刚刚提到这个 中国拥抱世界啊 给大家都提供了机会 是吧 所以我们就成立这个 一个公司呢 就是和中国的企业一起 是吧 到海外 去搞一些并购 是吧 这个 这个 大家结合在一起嘛 是吧 帮助他们在中国 更快的发展 是吧 这样实现多赢啊 就是就是这样 这个做加法 那这个事情呢 需要一些这个经验 也需要一些这个资源 那么我们经过 这么几十年的工作嘛 是吧 这方面有一些经验 是吧 也有些资源 这个是正好可以发挥作用 对我们来讲 还不是 不是一个 特别艰辛的事 是吧 这个大概 年轻人创业 还不大一样 是吧 年轻人创业的话 这个 他这些资源 可能比较欠缺一点 对我来讲 一个顺理成章的事 祝您的事业 更加辉煌 同时呢 也祝您能为 中国的汽车工业发展 能够再创辉煌 做更大的贡献 谢谢王总 谢谢 谢谢李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